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单笔来决定 本次五行单笔大会将由包括我在内的五名六品低单师参加最后的评比 我相信只要是你有成绩就一定能决出好名词 单笔的第一项是淘汰赛 请参加单笔的各项单师凭借手中的参笔玉牌走到各个单炉之前 无忌 不管能不能成 你都放开手脚去比 不要有任何担心 大不了我们下一次单笔再来 我们上一次单笔的成绩也不过是97名 这次拿不到名字 关系并不大 真少客在莫无忌身边安慰地说 莫无忌点了点头 真少放心 无论如何我也会拼尽全力的 就是真少客可以再来一次 他也没有机会再来一次了 对真少客说九月单格上次单笔的成绩在97名 莫无忌并不觉得奇怪 五大帝国范围有多少大的宗门和势力 九月单格说起来还真不算什么 能拿到一百以内的名次 九月单格已经算是不错的发挥了 莫无忌拿着属于九月单格的玉牌 迅速走到了靠边的一个单炉前 虽然这些单炉间隔较大 但靠边的单炉受到的影响终究要小些 等圆坛前众多的单师站定 明宁这才朗声说 因为参赛人数较多 为了让比赛更具有说服力 第一项比赛项目是提纯药材 这一项比赛满分一百 取前三百名 听到提纯药材 莫无忌心中一喜 提纯药材这一项 他可是谁也不惧 哪怕是提纯四品零药 他也自信不会比一般的四品地丹师弱 这次他们要提纯的药材是四品铁心蒲果 每个人都只有一枚 提纯用的丹火由赤眼石提供 打开单炉 炉内就有赤眼石和铁心蒲果 现在就请各位将手中的玉牌插入单炉旁边 开启单炉 比赛正式开始 听到明宁丹师说比赛开始 几乎所有站在单炉前的单师 都是在第一时间 把手中的玉牌插入单炉旁边 开启单炉 取出铁心蒲果和赤单石 墨无忌却是呆了呆 并没有第一时间就动手取出东西 最初听到题目是提纯药液的喜悦 早已经消失不见了 铁心蒲果是四品灵药中 最难提纯的灵草之一 这种灵果极其坚硬 哪怕是用地火 也极难将其灵药提纯 更何况用火焰石中最低等的赤焰石 可以说 这里参赛的单师 它的劣势最大 因为它的修为最低 提纯这种坚硬的灵果 修为越高自然越是轻松 火焰差 可以用真元配合手绝提纯 修为越低 就越需要火焰更强来配合 而现在用赤焰石 显然是最差的火焰 这还让他怎么比呢 真少客的目光 一直落在莫无忌身上 在看见别人都动手了 莫无忌却没动手时 他心中暗叹 作为九月单格的少阁主 他岂能不知 莫无忌所面临的困难 他什么都算到了 就是没想到 这第一轮比赛 和修为也有关系 与莫无忌拓迈境的修为 想要用赤焰石炼化铁心蒲果 本身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更不要说将其中的药液提纯出来 还要在这一千多名丹师中进入前三百名 他之所以选择莫无忌 那是因为莫无忌炼制的丹药品相极高 根据以往丹笔的经验 丹笔的最后一项必定是炼丹比赛 品相极佳的三品人灵丹 想要取得前百名之内 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上次五行荒语丹笔 就有一名三品人灯师 凭借品相极好的三品人灵丹 战胜了品相极差的四品地灵丹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莫无忌很可能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 足足愣神了将近一分钟 莫无忌这才将手中的玉牌 插入了丹炉边缘 打开了丹炉 再困难 他也不能在第一局就被淘汰 丹炉打开之后 里面有一枚火红色的火焰石 还有一枚拳头大小的黑色果子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玉瓶 玉瓶上标了数字 数字和他参赛玉牌上的数字一模一样 看样子 这个数字 是在参赛玉牌插入丹炉边缘之后 自动生成的 莫无忌将玉瓶放在一边 直接激发了火焰石 既然开始了 那就不能有半分犹豫 丹炉底下火焰窜起 莫无忌接连在丹炉壁上拍出树下 他以最简单的手段清理了丹炉 随即铁心蒲果被莫无忌放入丹炉之中 炉底的火焰被莫无忌不断的激发 只是丹炉中的铁心蒲果 还是融化的极其缓慢 又是过了十多分钟的时间 铁心蒲果还只是融化了一小半 而此时莫无忌已经能够闻到铁心蒲果药液的气味了 莫无忌心里很清楚 这种气味不是他丹炉发出来的 而是别人融化了铁心蒲果散发出的气味 也就是说他这边铁心蒲果还没融化 别人都已经开始提纯药液了 不能这样下去了 莫无忌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一轮别人可以输 他绝对不能 莫无忌小心将手探入了丹炉之中 开始挥动手绝 实际上他是将丹炉藏在手绝当中 利用丹炉帮忙提纯 本来在莫无忌的计划里 他并没有打算在一开始就动用丹炉 他准备在炼丹的最后 融合药液和承担之时采用丹炉 至于提纯药液 他根本就不需要用到丹炉 可现在比赛刚开始 他就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杀手锏 这让他很是无奈 谁让他的修为太差 无法利用原理配合呢 这里上千参加丹炉的丹师礼 也许只有他一个还在突卖进 丹爵落在了铁心蒲果上 原本缓慢融化的铁心蒲果 加快了速度 但是那速度依旧不快 毕竟火焰只是赤炎石提供的罢了 不行 这样也许可以将铁心蒲果的药液提炼出来 但肯定拿不到名字 莫无忌一想到这儿 更是咬了咬牙 直接用手阐动铁心蒲果 表面上他是在阐动 实际上是让丹爵 更直接的在铁心蒲果上产生效果 他没有办法 谁让他的修为差呢 神念力量也无法长时间的催动丹爵 还好这是提纯一种药材 若是提纯几种混合药材 他就只能眼盯着别人胜过他了 提纯多种药材的话 他用手接触药材施展丹爵 只能让药材提前融合 最后化灵气散尽 犹如火焰般的炙热落在了莫无忌的肌肤上 顿时让莫无忌的肌肤被灼焦 若是雷击莫无忌还可以不在乎 可这火的炙烧 直接把莫无忌烫得呲牙咧嘴 可就算如此 莫无忌依然不敢松手 他怕一松手 他再也无法这样来第二次 看着已经融化 加快被提纯出的铁心蒲果 他想到了自己之前对实骏的嘲笑 当初他嘲笑石俊炼丹是大锅炒菜 现在他自己岂不是一样在炒菜吗 人家石俊好歹还用个锅铲 他是直接用手炒啊 莫无忌心里忽然有了种名物 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都不要轻视任何人 不是因为这人将来可能比你更强 而是因为将来你可能会和他一样 足足大半个小时过去 莫无忌实在是忍受不住的时候 这才将手抽了回来 丹炉中的铁心蒲果已经完全被融化 药液也被莫无忌用手炒的方式提纯出了大半 因为神念力量施展过多 莫无忌觉得头有些昏昏沉沉 但他却不敢有半分停顿 也不敢吞下任何一枚丹药 他怕万一规则不允许 那他前面做的一切可全都辅诸东流了 这次丹彼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誉 而是为了救烟尔 他可不能有半分差错 那只炒药的手此刻是活辣辣的疼 但这些全被莫无忌完全无视了 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 全在丹炉中的铁心蒲果上 经过他的奴隶 铁心蒲果终于散发出了淡淡的药香 莫无忌更是不敢大意 全神贯注将精力放在其中 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即将分离残渣了 鼓动全身的原力涌进了丹炉中 配合丹爵他开始分离残渣 啪哒 一道药物残渣被莫无忌从丹炉中送了出来 随即丹炉中被提纯出的药液 也被莫无忌带起来送入一边的玉瓶之中 若是平时 莫无忌肯定会再提纯一次 但现在他实在是加不住了 他甚至能够想到 若是他强行继续提炼的话 也许他前面做的事情将全部作废 这次的药液提纯将化为乌有 当玉瓶的盖子被盖起来之后 莫无忌才常常虚了一口气 当他抬头看向四周的时候才发现 除了寥寥数十人 他几乎是最后完成的 好在他总算是完成了 活辣的感觉再次传来 莫无忌看了看自己的右手 已经是焦黑一片了 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一样 现在药物提纯完毕 在玉瓶没有被收走之前 莫无忌还是没有敢取出疗伤丹药吞下 这场比赛他可不想有半分失误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捏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